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截至2012年末 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过26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占近一半 而中国货币投放量余额逼近亿万大关 位居世界第一 货币投放量与GDP的比例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货币泛滥 来看专家的分析 据21世纪网数据显示 2009年以来 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 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 去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过26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占近一半 另外根据大陆央行数据 截至2012年末 中国的货币投放量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 居世界第一 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 是美国的1.5倍 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多出不止一个英国全年的供应量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 中共出于对政权危机的恐惧 不去抗拒通货膨胀 而是以继续超发货币 保持经济畸形的增长 导致更大通货膨胀 那从维护政权的角度看 维稳的角度看 失业人口的危害呢 比这个通货膨胀的危害呢 要更直接 更显眼 更明确 所以呢 它基本上是在从这个维护政治的角度 来增长GDP 来降低失业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龚胜利指出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货币投放量是美国的四倍 中国货币运行质量特别低 比如产出 投入一块钱 向美国可以产出三块甚至五块美金 中国投入快钱只能产出0.3元美金 龚胜利进一步指出 中国货币运行质量低 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 中国财政除了负担正常国家的政府支出外 还要负担从少先队组织到党支部 这个庞大的党组织支出 此外 互联 工商协会 作家协会等一系列的行业协会 也要有国家负担 第二 其他国家只有三级构架 而中国政府是七级构架 造成庞大的政府机构 另外 中国的各级官员 喜欢把自己的亲朋好友 塞进水 电 煤 气 土地等国营垄断企业 造成中国的能源成本特别高 湖南的少阳一个地级市 它有一个水厂 按照正规的一项这么一个中等城市 使用的人俩两三百人就行了 但是这个水厂因为是国有的 很多党政官员的子女全部往里面摔 结果这个水厂就超过了上千人 这些国有垄断型企业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成本就必然高 钱从哪里来呢 只有多发货币了 龚胜利还说 因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 货币有党控制 货币发行量和增长量没有依据 同时又没有其他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管理的方法 所以中国的货币发行像一锅粥一样 乱 2012年的48年 很多地方的货币不够用 包括国有企业 包括政府财政 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发行货币了 所以中国这种乱州啊 还需要从源头 就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律上加以理顺 否则货币超发唯一的结果 就是通货膨胀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指出 随着2012年中国货币投放量 余额逼近百万亿大关 全年GDP达到50万亿 而被用来度量一个国家货币超发程度的M2 与GDP比例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已经达到1.88倍 报道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中文字幕提供